健身室暫停開放 少了機會做運動 肌肉量流失了 Joey 我想問一下 在家裏有甚麼訓練可以做到 可以保持我們的肌肉量 今天我會教大家 幾做不同的平板支撐動作 在疫情期間都可以保持肌肉量 我們現在開始了 兩隻手按住地下 先做一個平板 平板有很多需要留意 屁屁千萬不要踩起 我們真的做一個平板 感覺上是平了 要保持肌肉 我現在保持一分鐘 保持呼吸 不要閉氣 還有有些人可能會縮肩 肩膀是離開肌肉的 有時候會弄了一點 弄了一點也不可以 第二個動作就是 左手墊右邊手臂 右手墊左邊手臂 連續做一分鐘 這個動作已經結束了 我們有很多時候 按住的時候 屁股都會打開 我們不打開 我們儘量把肌肉 中間腹部不動 右邊 左邊 如果你們真的覺得 這個動作有困難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把膝蓋在櫃底下 這樣 對 輕鬆很多 這樣就好了 如果當你覺得這個動作已經很容易的時候 你就可以上去做Plank 第三個動作 準備好了嗎 做剛才的High Plank 跟剛才一樣 我們的屁股盡量不動 接觸你的肌肉 之後我們就跳出去 跳回來 Plank Jacks 我們做一分鐘 開始 要不要打開 腳的闊度要多闊 沒有什麼所謂的 盡量保持著屁股 不要左右搖擺 但屁股盡量不要太高 我幫你 類似這樣 再來一次 對 類似這樣 好 快點 我們來第四組動作 就是做Plank Reach 我們也是去剛才這樣 我們把肩膀放進去 放在地上 之後我們打開半身 左手指上天 如果入門的同學覺得這個動作很有困難 其實我們可以跪在地上 但記住屁股就不要碰下去了 我們也是做半分鐘 做左手邊 我們把左手很想碰到右邊 穿過去這樣 反向上天 然後穿過去 記住屁股不要跌下去 我們這個動作 做30秒 應該感覺到 腰側已經開始燃燃 還有手臂 都很累 我們做另一邊 就完成了 明天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做 行山抗翼腿部伸展 明天見